你家有多年才到的 快了 前面拐弯就是了 哦 不过 我家房子有点破 到时候你别嫌弃 我看挺好的 你看这路上都铺着水泥道呢 这前几天刚铺的 哦 行那我们赶紧走吧 走 到了 就是这家 这房子 这得有四五十年了吧 对啊 小时候就是这样 你看这围墙 这还是石头的呢 赶紧走吧 我妈在家肯定能着急了 走吧 妈 我回来了 贵女回来啦 妈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就是小董 阿姨你好 哎好 小伙子 长得不错嘛 谢谢阿姨 阿姨我也不知道你吃什么 给你买了点东西 好 谢谢了 没事 走 赶紧进屋吧 喝口水去 啊 好 哎呀 来 小董啊 喝口水 谢谢你阿姨 行 我再去给你拿点水果吃 阿姨你不用忙活了 孟帆 我突然想起来我有点事儿 你一会儿跟你妈说一下 我就先走了啊 啊 哎 哎 闺女 小董呢 啊 嗯 她说她有点事儿先走了 那你还不赶紧姐去啊 赶紧的 哦 行行行行 冬子 你来 你来 你别拉我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先回家 我然后就��이 我走我妈 右边 你来 你是在哪儿 你来 我来 然后 你来 我来 我来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孟范 跟你说实话吧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 你家房子会这么破 我们在市区还有一套房子 就是小区有点旧 我回去跟我妈说一下 把你 还有你妈 接过去住 总比住在这 破破烂烂的房子里强吧 东子 我妈在农村 在这个房子里住了一辈子了 你觉得她可能去吗 再说了 她还有地呢 她走了 地怎么办 可是我看见你 还有你妈住在这样的房子里 我这心情真的很难受 有什么难受的 那有的人还没有房子呢 就在地里搭个棚子就住了 还有 我希望咱俩在一起呢 是因为合适 而不是因为 中间夹杂了一些物质的东西 你说的这些我都懂 东子 你今天真的不能走 你走了 我妈会很难过的 就当我求你了 行吧 那我就先不走了嘛 对不起啊 刚才是我太着急了 我这没想得开 孟凡 今天呢 我是来提亲的 等以后 咱俩结婚了 我就把你家的房子 好好翻新一下 把院子里啊 种上一排排的花 整的比市区的房子还好看 行 等到时候咱俩一起 行 走 回家 好